打開盒子裡頭放了抹茶巧克力 六個甜點塔 上頭還附上卡片 寫上爸祝你父親節快樂 但是這位爸爸卻開心不起來 因為上頭留下的名字 家幼不是他的孩子 父親節快樂 我沒有這個兒子啊 這位爸爸一頭霧水 我哪有叫家幼的兒子 卻怎麼也跟老婆大人解釋不清 LINE上對話老婆氣炸 質疑先生人家都知道 你的地址名字手機號碼 懷疑他在外有私生子 父親節前行 這位父親卻跳到黃河 也洗不清鬧氣家庭革命 老婆氣炸了 爸爸慌了一時求救無門 上臉書社團找救兵 問誰能救他該怎麼解釋 直到親生兒子跟媽媽解釋 父親節蛋糕真的是他訂的 可能蛋糕店放錯卡片 譬明電話 例子跟內容 就是他要的蛋糕這樣 然後就直接去再接 對 那會不會有人要求要進行 裡面蛋糕出的旁邊 不會 這些都是由客人自己上網 產他們的主調 台中這家蛋糕店是 近年串紅的名店 以販售塔類為主 抹茶塔蔓延濃濃茶香 巧克力濃郁紮實 都是店內主打商品 而店家公修目前無法取得回應 只是兒子貼心訂蛋糕 想幫爸爸慶祝父親節 想不到卻因為卡片烏龍 差點害得家庭失核 記者 孔志明 苗栗報導 有明顯不一樣